台当局申请购买美国F-16V战机未果 还没有爆出 美台军购还有108辆M1AR-X主战坦克订单 美国真会向台湾地区大规模出售先进战机坦克吗 媒体爆料台湾自主建造柴电潜艇设计图完成 造型如同缩小版的日本苍龙级潜艇 台当局自主研发潜艇适合用意 台湾地区军方举行双体船平台测试 据称未来可以发射雄风反舰导弹 小艇射导弹台当局到底抑郁何为呢 防务新观察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李嘉明 这周您在观察什么 希望我们英雄所见略同 就在上个月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宣称向美国申请购买F-16V战机之后 近日台媒又爆出 美国有可能向台湾出售108辆M1A2X主战坦克 同时台湾地区防务部门还宣称 他们自造潜艇的第一步设计图已经完成 而且造型神似日本苍龙级柴电潜艇 紧接着在3月15号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宣称他们进行了一款双体船的测试 这款船将来可能发射雄风反舰导弹 这一系列的信息引发我们一系列的强烈问号 今天我们将深度观察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制M1A2X主战坦克 对台军售的最新进展 就在台湾地区上个月向美方提出发架申请书 新购66架F-16V战斗机之后 台媒近日又爆出美台军售的另一采购案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官员称 美国今年上半年就会宣布 向台湾出售这款先进坦克 台湾媒体援引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官员的话说 坦克的军售方案会比F-16V战斗机更早地宣布 美国同意出售的是M1A2X型主战坦克 数量为两个营约108辆 此前国台办发言人多次强调 台湾当局一方面拒不接受九二共识 破坏两岸关系政治基础 另一方面却肆意发展军备 只会加剧台海的紧张局势 搞军事对抗是没有出路的 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来 才能真正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和台海的和平稳定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3月2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回应 中方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 也是坚定的 以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识到 有关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的危害性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特别是817公报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严重损害中美重要领域合作 和台海和平稳定 台当局为何挟洋自重 不顾一切地向美国购买武器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让我们欢迎军事问题专家李丽女士 你好 我们欢迎海江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 你好 首先请教李女士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宣称 美国在上半年就有可能出售这款坦克 您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 应该说呢 这个消息可能是有一定的来源 原谅在于呢 就是首先彭博社呢 他自己发布了这个消息 他讲呢 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默许了 特别是特朗普呢 默许了这个军售 另外呢 实际上我们看一下3月15号 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 他上也公布了这个消息 所以我想呢 这么多的这个媒体啊 实际上在同一个时间段 都在印证这个消息 在说着同一件事 应该说呢 他也不是空穴来风 再加上去年 10月份呢 美台是有一个国防工业 所谓的国防工业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呢 他是相当于就是 每年年底的时候 双方见个面 然后呢 对自己未来 比如说防务需求啊 包括这个武器方面销售的 这种需求 他要提出一个申请 那么申请以后呢 他走管道呢 也是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最终呢 比如说美国总统 包括国会 我们看到都通过了以后 那么相当于这个新的大单 他上去生成了 而且按照现在 特朗普特上台以后呢 几次军售的情况来看呢 他确实有了一个新的 比较明确的迹象 他相当于叫做定期销售 就是他不追求 一揽子的一大单 比如说几百亿的 这样一个军售 然后呢 非常大的这样一个 就是震动的这种模式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他从2017年上台以后 能到现在 实际上 如果说按照今年 如果还有一单的话 就是第三次了 他第一次上市 2017年当时是6月份 第一笔是14.2亿 我们再看去年 去年这一单 就9月份 就是3.3亿 一下就小了 小了以后 他就非常方便做 就以后可以把 很多的小单 变成源源不断的宣布 而且这个宣布呢 比如说今年 如果按照现在 这三月份 应该说 他也满足了一个 定期所谓的销售原则 而且按照特朗普 他设定的 就是军售管道 就是对台军售管道 现在呢 从审批到实现 他确实这个流程压缩了 而且审批的这个 复杂度 我觉得降低了 过去呢 是一定要美国政府 来审批 现在是 只要是台湾地区 他和相关的军友商之间 他们之间的协议达成以后 就可以达成 所以我是觉得 他把这个审批的门槛 和操作的门槛 也降低了 要按照这样一个 目前整个这个需求 包括他提出的 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的 整个的这个流程来看 那倒不排除 比如说 像他一直寻求购买的 M2X这个坦克 包括F16V 也可能在今年 就是现在这个节点 他也可以拿出来 就把它做一个新的军售计划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 请教一下王先生 我们都知道 台湾地区所谓的选举 是在2020年1月11号 所以目前这一系列的 美国对台军售 我们觉得好像含义不浅 你怎么解读 就回到这个话题上 我非常同意 刚才李教授的一个说法 就是美国在这个 涉及西太平洋的 一些行动方面 的确是这个放松了一些 微观的把控和管理 逾越了这个 在包括白宫 包括五角大楼的 一些汇签机制 那么可以展开这个行动 但是我们更要重视的一点 就是这个台湾当局 他们没有看到 或者说他故意忽视的一点 就是涉及台海的 一系列的处理 他们更多是放到一个 对华战略的框架当中的 所以由此我们关知 无论是他们通过 这个所谓的一些 涉台的法案也好 还是展开一系列的行为 包括对台军售在内 它其实都是为了达到三重目的 第一个就是把台海问题 跟包括南海问题 东海问题串联起来 形成一个海上联动 来达到一个 对他目标国压制的一个态势 那么第二个 我们看到更现实的一个角度 就是美国方面 他要为了美国总统 为了谋求连任 那么在这个涉台话题上 去制造这样的一些爆点 可能就会对于 他的连任的态势 形成自己认为所谓的好处 那么这也是一点 再者我们看到 就是他要传递一个信号 就是当前 面对中国的海上实力 稳步提升 这样的一个大的形势之下 所以说 他对于整个亚太区域内 或者说他所谓印太区域内 同盟体系的一个再调整 就要传递这样的一个信号 就是说他仍然是 西太区域的一个霸主 所以我们总括一句话 就是在涉台问题上 当前美国政府 还没有一个 这个大的战略性的一个举措 更多的是一些技术性的操作 那请教一下林女士 假如MEA2X这样的 108辆的主战坦克 卖给了台湾 台湾地区会怎么部署 会怎么用 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假设的分析 应该说台湾 它对于这种新型坦克 对于是重型坦克 它过去实际上是比较缺乏的 所以现在它推出一个一览 重型装备的换装计划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和台军一贯 所倡导的台湾陆军 就是这种快速轻便的 这种本身的这种理念 有了很大的一个背离 而且它对于实战的运用 实际上也没有做更多的考虑 但我觉得这里面 可能更大的一个背景 还是它想更多的替美国人来销售 它现在的M12的一个库存 108辆 那我们知道这个可是不小的数字 没错 你看看科威特 科威特包括沙特 科威特才买了200多辆 沙特才有300多辆 我们看看就台湾那个特殊的地形 你再看看它这个公路的这种标准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买过去以后 它所谓的暗摊阻绝 那可能真的就是把它固定地放在这里了 在岸边也不激动 我只需要就在这个地方 用它的120号去打就行了 我觉得这种运用 真的确实是让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自己不实用 但是帮美国销库存 是的 这种滋味可能只有台当局自己能品出来 没错 除了购买美制武器之外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还宣称 他们正在自行建造潜艇 台湾地区真的有实力来自己建造潜艇吗 据台湾媒体报道 3月28号 台湾地区所谓立法院 外交国防委员会 将进行潜艇自行建造进度的项目报告 台媒称 台湾地区潜艇自行建造第一阶段计划 完成首艘柴电潜艇设计图 据台湾联合报此前报道 外界推测整体构型 如同缩小版的日本苍龙级柴电潜艇 台湾防务部门官员称 为了防止制造潜艇生变 要求主次系统装备都要有三家供货商能够提出输出许可 预防签约的主厂商升变 还有另外两家厂商供货 其实在去年美国已同意对台出售潜艇技术 此外官员也证实 预计2025年完成第一艘自造潜艇 至于是否如外船 外官类似日本最新苍龙级的缩小版 官员则不愿证实 那么台湾地区军方制造潜艇 到底性能会如何呢 是否参考甚至获得了先进的潜艇技术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请教理女士 台航局为什么对自行建造潜艇 这个方面现在如此使劲 可能两个方面造成的 一个原因就是本身的潜艇 是台湾海军目前所有作战体系当中 最薄弱的一环 最薄弱的环境 对 连续多年没有获得突破 你包括我看从2008年实际上开始 它本来是有了消息 比如说有可能从外购的渠道得到 那么后续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又没有了 这几年实际上反反复复的 吵的都是一个消息 而最初的来源就是2001年 就相当于快20年之前 美国对它的许诺到现在没有兑现 快20年了 对 所以对于它来讲 我觉得它如果不解决潜艇水下的 这个作战问题 那么相当于就是台岛所有的 你在这个比如说地面上 你买了M12坦克 空中有F16 但是你都不能阻绝 比如说水面以下的这个威胁 这个实际上是蔡英文她本身 应该说从她的概念当中 她觉得一定要首选要获得突破的 要补这个短板 对 而且第二个我觉得 这个可以作为她的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成绩 因为它叫做潜艇自己造 实际上在台岛内部 它叫做潜艇台造 这个意思就是我对外 如果说我没有采购的来源 那么我可以依托现在 我自己的这样一些造船公司 那么包括过去呢 曾经提供过 比如说早期的这个海湖海豹 我们看到它不是有一些零部件吗 也是从国外引进以后 由它自己的船厂去消化 那么从现有的管道 能不能做一个补偿 所以现在呢 就是美国人我觉得 走的是一个新路子 就是它起了名字 叫做海昌计划 海昌计划指的就是 新一代的潜艇计划 它不再提供整舰的潜艇 它把原来的军售管道 变成用商售 就是我把它很多部件 重新做评估以后 把它分成红区绿区蓝区 就是你看起来 我并不是卖的是潜艇 但是我组合以后 我可以提供给它 这个是现在我觉得 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这是个阴招 对 所以按照现在这种评估呢 你比如说从去年开始 我们就看到 就是当然都是台媒 陆续爆出来的消息 但是我想呢 所谓的这个台媒的消息 肯定是美国人做了 他才会把它爆出来 对 所以给自己壮胆的一个牌 那么现在呢 你比如说绿区 红区蓝区 它就是按照目前台湾地区 它自己的这种 建造潜艇的能力 如果不足的就是红区 绿区呢 就是它已经能够建造的 蓝区呢 是属于努努力 通过外包这个形式 可以拿到的 它把这样划分以后呢 实际上把潜艇 真正从一个图纸阶段 落实到一个 真正的装备阶段 我觉得它缩短了这个周期 就相当于很多的东西 做了评估以后 最核心的比如红区 那么完全可以 打包的形式去 给它处理 你像现在包括 你看美国 包括欧洲 包括日本 包括印度 它很多的是 以工作小组的身份出现的 那你工作小组 放到一起 它上就是一个商业的模式 你说不出来任何一个 比如说组织 或者机构 或者国家 在这里面占比是多少 但是它确实提供了 一个适时的技术支持 而这个技术包 它对于未来 台湾地区的潜艇的建造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式 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倒是值得关注的 很隐蔽 是的 化整为零 是的 而且王先生请教一下 你看这次 在释放出这个信息里面 有一点可以说 引人注目 就是台当局说 我设计的这个潜艇 制造的这个潜艇的外形 神似缩小版的 日本苍龙级柴电潜艇 您觉得台湾地区 有可能 有能力借鉴别国的技术吗 那么日本有关的技术人员 曾经到台湾 这是台媒报道 说到台湾地区进行了考察 考察它的造船厂 考察它的这个 所谓的军工企业得出的一个结论 就是如果说你们要建造这个潜艇的话 还差三大条件 第一个呢 就是蓝图 第二个呢 就是相关技术人员的协助 第三个最重要的呢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一些零部件 重要的这个装备 像刚才李教授谈到的一点 这个其实台湾报道来的消息就是 如果说日本无法直接达到这个目的的话 可以转由美国 因为这个技术和人员好做 但是具体的这个一些装备 比如说这个有特殊要求的钢材 比如说这个它的降噪的这些装备 怎么来办呢 就以废铁的形式 由美国出售给台湾 然后呢 由日本的这个技术援助之下 再进行一个组装 传入这样的一个消息 其实反映的就是背后 一些重要的考量 如果说把日本的这个因素 引入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来的话 那么无疑也是会增大 这个局势的这种不确定性 没错 感觉好像是阳谋阴谋同步推进 请接下来林女士 您怎么看 这一次在这个信息里面 日本因素是很醒目 我想它传出这个消息的 首先是因为它这个外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确实有一个尾部的X零度 这是苍龙级最明确的一个标志 就为什么很多的网友 就第一眼就发现 它确实神似 虽然吨位不一样 比如说苍龙 它是目前亚太地区 吨位最大的水下常规潜艇 但是呢 台湾地区它所设定的 未来的吨位是 1200到3000吨之间 我想如果按照它实现的能力 先弄出个1000吨的就不错了 但是呢 你不管它的吨位多大 它整体的外形确实很像 包括停体 它也不是像俄制的潜艇 像那个水滴状的 它都不是 它是有点像雪茄状的 所以再加上X零度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明确的标志 就是确实很可能在 某种技术层面 从它的设计理念 到它的里面很可能很多的 这个作战系统的研发方面 它会借鉴苍龙级的 一部分的因素 这个是首先可以看到的 那么其次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对于日本来讲 它确实有把潜艇技术 向外推销的这种主观能动性 而且它有非常迫切的一种需求 大家看到现在 日本苍龙是第十艘交付了 那么下一步实际上 它包括你比如说 三菱包括川崎 这是两家 每家呢就是轮流生产 比如说你生产第五艘 我就是第六艘 它主要就是使得 日本整个的算是军工体系吧 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 这个饱满度 但是呢 在真正苍龙级生产完以后 它更多的这种生产能力 没有办法 就是去维持 它需要释放 对 它现在是讲 就是你包括它的小松 你看现在也是面临很大的 就是内部它已经不足以调动 它潜在着生产潜力了 所以一定要往外去投放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明确的需求 紧接着在3月15号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宣称 他们进行了一款双体船的测试 这款船将来可能发射 雄风反舰导弹 这一系列的信息 引发我们一系列的强烈问号 据报道 3月15号 台湾防务部门 举行了一款双体船平台的测试 这款被称为星之荣光的双体船 将作为一款导弹艇使用 该船仅有80吨排水量 长度28米 据称该艇 未来可以发射雄风反舰导弹 而据公开资料显示 雄风三型导弹 是台湾地区所谓的中科院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制的 超音速反舰导弹 从台湾地区军方公开的照片 和资料来看 速度2马赫 射程低空120千米左右 高空超过200千米 目前已经装备有 成功级护卫舰 锦江级导弹快艇 不过在2016年7月2号 金江号巡逻舰 在港口内进行检查时 意外将一枚雄风三型导弹 发射出去 导弹在飞行100多公里后 击中了位于澎湖附近海面的 一艘渔船 造成一死三伤 这样的导弹 配这样的小艇 台当局是否借机 在谋求美国更大的帮助呢 防御新观察正在播出 请教李女士 其实我们领略 雄风三型导弹的雄风 是在2016年 它这个物机渔船 没错 现在它要和这个80吨的小艇 结合在一起 您怎么看 2016年的7月1号那个物机 它是从锦江级的快艇上发射了 锦江是500吨 所以从当时这个吨面来看 我们会发现 它只要有现在这个快艇 它都愿意把它的 巡洪系列导弹装上去 这是现在台湾海军 发展的非常明确的路子 从当时的500吨 走到现在的80吨 我觉得它反映的就是 台湾海军 它在特定的 这个豪猪战略的引导下 它真的在走 有的舰要大 有的可能就是要小 所以现在它打造的 另一个思路就是 一定要有一个超过 100艘的导弹快艇的 这样一个真正能够实施 豪猪战略的这种机群 这个机群它的好处呢 就是它能够快速出击 而且快速出击的同时 如果说都能够挂上 包括熊二 包括熊三 在内的这种 熊三是超音速反舰导弹 它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 迅速地形成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阻击正面 而且给对方的 大型的水面编队 造成非常大的打击 因为我们知道 小艇它的速度快 它像本身是很好调用的 它就比这个 暗机导弹的安全性好在哪呢 就是我如果是暗机的 对方在第一波式打击 它就把我打掉了 没错 但如果是 我是激动的 你就根本搞不清 我是什么时候出血 所以它随时出击的 这种能力会增强 而我们看到的 80吨的这次的 这种所谓的星之荣光 它实际上是列入到 2018它才年的 这种采购计划的 它叫做60艘 它可不是一艘 我们看到这是第一艘下水 后续是一个60艘的 一个批量的 这种采购计划 所以按照它整个 你看它为什么做成双体的 这个双体它和早期的驼江 驼江级它也照了 12艘500吨 外形特别像 这个好处就是 它的耐波性会比较好 但是500吨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艇的这种宽度 上面比如说 它可以放8枚雄风2 8枚雄风3 光是这一个500吨的艇 可以挂16枚导弹 进攻性已经很强了 但如果说把它造小以后 它如果是 就比如说不是双体的 它就耐波性 包括稳定性 它就会差很多 所以它这个小的 它也造成了一个双体 快速穿浪 快速穿浪的同时 保持一定的稳定 这样的导弹发射的时候 才能有稳定性 所以整个的设计 我觉得就是 快速地持缘 一种狼群战术的反应 而且加上你看 它现在是三型 驼江 锦江 加上光滑六号 这个现在就是 接近60艘 再加上它这次的60艘 一共是120艘 以这样大的一个 算是海上快艇编队 来呼应它的豪主战略 台当局现在很忙 你觉得下一步 他们可能 还有什么牌要打出来 我今天说 现在美台这个联动 表现得非常充分 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特朗普 去年签这个亚太 再表证倡议 这个倡议的一方面 它赋予了美国对台军售 一个法理的基础 另外对于台湾当局来讲 它也摸到了 这里面的脉搏 就它可以就认为 只要我积极主动地去申请 美国一定会脉搏 所以这里面 我觉得双方构成了一个 就是属于一个 互动的那种关系 而这个关系 对于台海的形势 有非常大的影响 包括对于中美关系的迫害性 应该说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看一下 特朗普上台以后 如果要是今年这次 真的又是一笔大单 把它抛出去的话 那么相当于 它这个密度 应该说是超出了 以往的历届的总统 我们就光看这次 我们如果把66架 现在是F16V 再加上108辆的MBA2X坦克 算下来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 它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 当时最轰动的那个大单 就是老布什一笔 卖给台湾150架 F16 没错 和那个几乎是等值的 影响是一样的 那么我觉得 如果美国政府 都不评估这种大单 它潜在的政治影响 仅仅把它看成一个 赚钱的手段 就按特朗普讲的 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 要让金融商得到 最大的利益 那么你这个利益 就是说从金钱的层面 从经济的层面 它确实可以得到 实际的收益 但对潜在的 中美关系的破坏 我觉得恐怕是不可逆的 王先生 下一步局势发展 您怎么看 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 更大程度上 它是一个所谓 选举型的政党 为了这个冲击2020 他们不惜去 引入一些外部的因素 以此来为自己去站台 实际上是 风险性非常之大 而且有一点 它没有看清楚 像我们谈的 说台湾地区 或者说台湾当局 很可能就被美国 看作是一颗棋子 随时拿来用 但是台湾当局 它其实也能够 认识到这一点 它甚至是认同这一点 说我就是一颗棋子 但它没有看清楚的一点 就是你到底是 一颗什么样的棋子 没错 你是一个像棋子 你还是一个为棋子 台湾地区 就是台湾当局 自认为 它是美国的一颗像棋子 自认为是鞠马炮 实际上实则不然 美国方面 只是把它当作 是一颗为棋子 这个合作用 在这个不合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把这个棋子 就变成一颗棋子的 再者我们看到 这样的一种行为 其实这个一直去炒作 两岸之间的这个对立 那么由此导致的是什么呢 导致的是台湾岛内 这个经济凋敝 然后这个民生 经济不振 民生凋敝 台湾岛内的民众 对于这个当前的台湾当局 已经由失望到绝望 由绝望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这个极大的一种 怨气积聚的一个状态了 所以说 如果我们就做两种假设 如果说这个台湾岛内的 台湾岛内的这些力量 他们能够这个真正的认识到 两岸关系 能够走向正常的 健康发展的重要性的话 做出一些调整 那么未来这个地区局势的 这个发展 应该说是朝着一个 比较平顺的方向 如果说它持续地进行 这种挑衅 持续地去玩火的话 那么带来的这种 这个不确定性的 严重的后果 只能由他们自己来承担 好的 谢谢 谢谢两位专家的精彩点评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大家登陆中国军事网 也欢迎大家关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